近日江苏延城一戶人家睡到凌晨4点多 突然被砰的一声巨响给炸醒了 开灯一看竟然是自制的李子酒炸了 今天在厨房炸的时候 那个是早上9点多的时候 第二天他做的时候 他把里面全部都放满了 然后结果夜里面凌晨4点40分左右 他又炸了 然后我们全家都被炸醒了 网友朵拉说了 两次自酿李子酒 两次都爆炸了 好在人没事 不过自酿酒这么容易爆炸吗 是不是李子放太满了 网友从这里开始就说了 肯定是没定期排气 发酵的二氧化碳变成炸弹了 这么整合挺危险的 没错 就是酵母发酵过程中 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因为我们都知道 自酿裹酒的话 它必须要靠酵母的一个发酵作用 酵母发酵的话 发酵过程自然而然的 就会产生酒精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时候 二氧化碳是必不可少的副产品 如果说二氧化碳 每处可以排泄 就会在罐内不停地聚集 聚集的时间越长 压力就会越大 一直达到爆炸预止 从而出现了像新闻中那次爆炸事件 也就是说 没及时释放它二氧化碳 所以让发酵容器 它压力太大就爆炸了 对 是这样 所以的话 我们在进行家庭发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发酵容器的一个泄压 其实咱们这边做李子酒的 我还真是没太听说 但是就弄那种小山葡萄 然后自己酿点葡萄酒的 这叔叔阿姨不在少数 其实我爸妈我也做过 这个是不是跟李子是一样的道理 对 其实裹酒的基礼都是一样 都是靠酵母去发酵糖分 之后的话产生酒精 二氧化碳是复产物 之后的话有酒精了 还有果子的香味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果酒了 过程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上一节咱们说了 有人在自己家里边酿酒 酿果酒还没喝到嘴呢 又先遭遇了两次爆炸 其实咱们都非常有必要提醒您 这个自酿酒除了有诈品风险 你整不好 还可能让人喝中毒 武汉王先生在老家种植了不少果树 一个多月前 家乡的葡萄进入采收期 王先生摘了不少带回武汉 看到葡萄不耐保存 王先生按照网络上 自酿葡萄酒的教程 尝试酿造葡萄酒 王先生介绍 他将吃不完的几十斤葡萄 都酿了葡萄酒 等着酿好后品尝 8月16日 王先生到处已经酿制成功的葡萄酒品尝 喝下月100毫升后 并没有任何不适 然而几小时后 王先生出现腹痛 呕吐等症状 随后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 被诊断为食物中毒 幸运的是 王先生饮酒不多 病情较轻 经治疗后病情好转 其实对于制酿酒来说 是有一些技术难度的 一方面就是我们对容器能够进行充分的杀菌 这一点相信有些家庭都做不到 因为往往酿酒的过程都很大 你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大的容器去装它 你怎么能给它进行充分消毒 是吧 再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是想泄压 对吧 往往就要开盖 一开盖之后歇压 就难以避免的会导致有一些外界的杂菌 又进到这个容器内了 从而导致这个杂菌在这个罐内 进行一个繁殖的生长 有这个吸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风险 既然有这么多不可控因素 那是不是从您的角度来说 就别自己在家酿这个酒了 对不 我个人的话其实一直不太建议 在家里面酿酒 但是这个在家里面酿酒 就刚才像储君说的 是吧 有一种那种纯天然 无添加的那种成就感 是吧 那么如果确实想在家里面酿的话 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容器 进行一个充分的杀菌 并且尽量去网上买那种专门的酿酒的 带泄压装置的那种酿酒罐 就不用你反复的去拧 它自己压力过后 它自动会把那个压力给它卸掉 并且在发酵之前 我们尽量投入特定的这个酵母 现在的话你去买有很多那种红酒的 各种各样的酵母 都是专用的 用这种专用的菌种的话 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发酵效果 并且这个酵母多了之后 它可以压制其他杂菌的一个生长 对 避免的话其他细菌 像是15种毒